大家好!我是陈老师!今天是我们的新单元!陈老师看世界的第一集!开始之前,请各位按一下本频道的订阅跟赞!这样可以在我们以后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收到通知,也能够帮助陈老师快速达成10万订阅者的目标!拜托了! 今天老师不讲名人政客的命理格局,也不讲预言秤言!今天我们来讲讲月球是不是人造的!可能会有人说你一个武术老师啊!讲外星科技,你也太跳动了吧!其实今天要讲的主题啊!是老师考证过各种点谷传下来的各种点集,才能跟大家来说说看的!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月球居然是人造的!其实老师以前在年轻时就怀疑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月球跟地球的行程实在是很诡异!这些东西老师在后面跟大家说 但是如果月球真的是人造的!那肯定不是地球上的人!应该是外星人吧?老师这么想!那如果有外星人是真的存在的! 那应该不会只有现代人看到啊!中华文化洋洋洋洋洋五千年!总会有人看到过吧?有人看到,总不会都是一些不适自的老百姓看到吧?总会让一些秀才啊!状元啊!榜眼啊! 碳花!念书人看到吧?那如果这些念书的人真的看到了,那总会留下一些知智片语吧? 那如果真的留下来,那文献中一定可以找得到! 所以老师就去找了一些历代的古籍啊!各种的古籍去探查,到底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寻找 后来老师发现到什么呢?距今一千三百年的唐朝 在当时唐朝的大和年间有一本书,名为有洋杂主的书中 却有发现有相关的记载 这本书其实不能算是正史,而是当代的一些野技杂文 在后来的清代大学是纪晓兰,就是那个铁齿同样的纪晓兰 他在奉乾隆皇之命,要修转四顾全书的时候 觉得这本书啊,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考证 而且太猎奇了一点 所以说怎么办呢?既然没有办法考证 你就不能把它编入比较技术性的文 后来他就把它编入了小说当中 那既然是小说,是野技杂文,是野史 那他里面讲的东西可以信吗? 其实老师也是半信半疑啊 后来其实看他的内容 真的是有点觉得 里面好像有些讲一些好像是真的事情 因为古代啊 你是不可能知道月球的详细状况的 这本书,有一段里面,技术文说到 王秀才游松山 门落月见 静极忧厚厚 睡弥归入 江墓不知所知 喜以间 忽觉 从中酣睡生 披荆归之 见一人不依 依圣白 整一仆物方免首 讲了这么大一堆 我们还是讲人话 老师一样 用白话文各位解释 整段 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呢? 说就是古代有一个叫王秀才的人 跟着一个朋友手牵手去出游了 他们到一个山路里面 环境优美 令人流连忘返 到了傍晚 觉得好像迷路 在努力找下山路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 哎 附近怎么听到有人打呼的声音 哎 奇怪 怎么会有人打呼呢 啊 这荒山野岭的 有人敢睡到这边 那一定是当地人 比如说猎人啊 上来打猎啊 或者是农民百姓上来上山彩药 那就赶快去找看看他在哪里 不然这个天色已经黑了 再找不到下山路啊 很危险 赶快找 到底谁在打呼叫起来帮个忙吧 结果他看到一个树丛 拨开树丛一看 原来是一个什么穿整套白衣的人 头底整下一个包袱 正在那边睡着呼呼大睡香甜美满 他们就说啊 赶快叫醒他 可是那个白衣人呢 怎么叫了叫不行 叫大声了 他顶多抬起头来看一眼 然后继续窝回去睡 那王秀才他们两位当然不会放弃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帮忙 他们一定会困在山里面 那这座山晚上会不会有野兽出来 都不知道 所以怎么样 继续的把对方叫到起来为止 后来啊 这个白衣人不胜其烦 起来问他说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是要什么事吗 这王秀才跟他说啊 这位大哥 感谢你走上起来了 实际讲 我迷路了 你看这月亮都出来了 我们再找不到路回关道啊 那就麻烦大了 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关道或是怎么走 或是你要怎么样可以出这个山 好 各位所谓的关道啊 就是古代的公有道路 就像我们现代的省道或县道 这是正常的道路 好 那那个白衣人回答他说啊 哎月亮啊 哎呀 是啊 月亮都出来了 哎 你知道吗 这月亮啊 可是用七宝做成的呀 那那个王秀才两个人一听 就觉得 你这位有病啊 你说什么啊 你难道你不是正常人是傻了吗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 那个白衣人说 我告诉你 这月亮啊 别看他 他不但是用七宝做成的 而且你看他是不是像颗球 他就是颗球 哦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了 这月亮啊 上面有地方暗暗的 有些地方很亮亮的 你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呀 这王秀才一听 你这人真有病吧 谁会去管月亮 为什么亮 为什么暗啊 八成是常在那边飞来飞去 或是吴冠哥那边砍砍树 或是兔子那边跳跳跳吧 也没有办法回答他 那白衣人就说啊 我告诉你们 这月亮啊 哦 其实这上面是凹凸不平的 你看那亮的地方啊 就是月亮表面凸起来的地方 在月亮上面有山啊 有丘陵啊 比较高的地方 他就是比较亮 那你看那些比较暗的地方啊 怎么样 他是比较凹下去 比较低的地势 盆地啊 或者是一些熬洞 这月亮啊 很大 需要很多人来维护 要维护啊 要修闪 不然不行 你知道光要去修这个月亮 要多少人吗 这个王秀才跟他们两个听到啊 就觉得 这人病得不轻啊 白衣人就说到啊 修这个月亮啊 可需要八万两千人才能够维护他呀 你知道吗 八万两千人啊 哎不说不知道 说出来的你吓一跳 丁肥瓦 就是修月亮的其中一份子 哎呦有狗吗 这次王秀才两个两个人听到这句话 明白了 你是个疯子 这白衣人看他王秀才好像他们两个在看白痴一样在鄙视的他就跟他们讲啊别说我在唬乱你们别在我的呼噜你们来给你看看 这就是我修月亮的东西 他就把他刚才整到头底下睡觉东西啊 打开来 秀这些工具 哦 像什么呢 就像一些斧头啊 枣子啊 或是一些五金器械类的就跟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们修月亮的工具了 这王秀才两个人一看了 看一看也没什么不就是破五金吗 也不以为意啊 就看看吧 其实王秀才这样子的想法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各位想想看了 如果我们把iPad拿去给猴子看 猴子大概也是这样的感觉吧 后来白艺人的看着王秀两个人还不相信就说 算了 不信就算了 好吧 你们既然要离开吧 我看你们在迷路了 应该也没什么吃东西吧 来 这包裹里面有两个人 还有两个口粮给你们了 叫什么呢 这就做浴血饭 你们呢 大家路上吃了吧 好不好 这东西呢 不能说像你们讲的那些仙丹哪 什么吃了就长生不老啊 这办不到 但是可以让你怎么样 让你这辈子很少生病 好了 不多说了 来往这儿去 那儿就是你们的官道了 说完了 那个就把王秀才他们两个一脚踹出去了 推出去了 这王秀才跟他朋友一头雾水 因为拿了一个浴血饭往外走推出来了 就看到怎么样 通往官道的小路 哎 原来就在旁边了 哎太好了 找到路了 应该说个谢谢吧 往来不不往来没有回礼了 这是不行的 哦 但是回头道谢说 发现树虫还是树虫 但是人已经不见了 后来呢 秀才就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了 这个故事呢 就成为后来宋朝的宰相王安石 把它写成了诗 提名就叫做玉府修月 讲到这里 各位会不会想说 老师你讲这么多都是传闻的 这个不见得是真的吧 哦 没错 这些是传闻 就像桃渊明的桃花游记一样传闻 但是呢 不一样地方就是各位 有没有想过 古代的人对月亮只有皎洁明月 这种比较完美的词汇 去形容他 教老师我们学武术的月亮什么 太阴 哦 这些比较纯粹的一些元素 最多只会想上面 有没有广寒宫啊 有没有吴刚啊 有没有嫦娥啊 有没有小兔子跳跳跳啊 到现在最多也想到上面有没有美少女战士之类的 代替月亮惩罚你 但是到近代才有人知道啊 近代这大概近代好像没有多少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之后 才知道原来月亮上面真的是 凹凹凸凸凸凸的 各位不觉得这个才很有意思吗 既然有这个风声是不是代表过去真的有这些实质上的接触呢 好 就是月球跟地球差不多时间诞生的 而且月球上面的土壤的成分跟地球是十分类似的 所以说呢 在我们的学者也有人认为是不是有可能是月球是地球一部分的地表分离出去而形成的子星球呢 更有意思是什么呢 月球上虽然土壤跟地球土壤元素差不多 地球上有的矿石 很多在月球上都有 但是很有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唯独一个元素除外 什么元素呢 就是铁元素 在月球上 铁元素的就是铁 我们就说了铁 它的存在量稀少到几乎是没有了状况之下 这有没有很奇妙的这样子老师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想到什么呢 在去年还是前年 有一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 就什么呢 火星男孩 这火星男孩的小时候 他说过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说他们他们从火星来到地球这边为了寻求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重物质 就是密度比较高的东西 可能都被引力拉住的东西 重物质 他这个重物质呢 就是来怎么样带回去 让他们能够什么 他们星球能够抓住这个大气 他们大气层能够抓起来 不然他们资源已经耗劫了 他们来找重物质 通常有些人认为 无论是火星人或者是尼壁乳星人 他们来找的重物质是属于是黄金 这个是大家的推测 但是有没有可能重物质 其实也有可能是铁呢 有没有可能 外星人用他们的科技在地球上挖了一大块地 挖一大块 然后呢 筛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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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把铁或是其他这种塞走 剩下的就让他飞散 或是移到六个地方去而形成了月球 各位说有没有可能 那就奇怪 就是那挖走的那一块 到底在哪里 因为你挖了那么大一块东西走 那他的地球都扫射这么多土地了 那应该有个大洞啊 有没有可能各位 这个大洞 后来被外星人注入了很多的液态水 来成为我们的海洋呢?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每一集时间必须要控制住 下一集我们的陈老师看世界就要谈到一件事 谈到什么? 地球上其实海洋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存在 为什么? 请各位务必在订阅加按赞老师推出新视频 你才能知道 也欢迎各位在本集的下方留言 让你来表达对本集的看法 记得礼貌沟通啊 文明讨论 好那老师就下面的最下方 有老师所经营的卖场 也欢迎各位去看看 有需要的就捧个场吧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